美国总统拜登3月30日在白宫就美国当前的新冠疫情发表讲话,并宣布美政府推出全新的一战式新冠服务网站COVID.gov。 该网站旨在帮助美国民众获得免费的新冠疫苗、检测盒、治疗和口罩,以及所在地区的疫情最新信息。 此网站还可以查询各地区提供新冠检测和治疗的地点,都是药房和治疗中心。 民众在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后可以立刻获得药物进行治疗。 此外,在全美还设立了2000多个专门为退役军人和家属的服战点。 美国总统拜登3月29日签署美国历史上首部联邦反私刑法。 私刑第一次在联邦法律中被列为仇恨犯罪。 拜登当天签署的法案名为埃米特蒂尔反私刑法。 1955年,年仅14岁的非洲裔美国少年埃米特蒂尔在密西西比州遭受两名白人男子残忍私刑后身亡。 加害者随后被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认定无罪,引起民愤及示威活动。 拜登在签署仪式上指出,上百年时间里有数百个反私刑法草案在国会夭折。 私刑是美国种族问题的表现。 据悉,在该法律下,被指控使用私刑的人面临最高30年监禁。 彭博社3月30日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拜登准备最快将在本周援引冷战时期的权利,鼓励国内生产电动汽车和其他类型电池所需的材料。 据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将电池材料添加至国防生产法所涵盖的项目清单中。 拜登政府拟将锂、镍、石墨、骨和蒙等材料添加到上述清单,将使矿业公司获得基于国防生产法框架下的7.5亿美元基金。 美国农业部日前发布了2022年食品价格展望,预计食品杂货成本将继续上涨。 到今年年底,消费者在食品上的支出可能会增加4%。 乳制品价格预计将上涨5%,家禽价格可能上涨7%,谷物和烘焙食品的价格可能上涨约4%。 此外,农业部还宣布,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马萨诸瑟州、北达克他州、俄亥俄州、怀俄明州发现致命性禽流感。 禽流感的蔓延已经造成1月份以来累计至少数百万只鸟的死亡,并在复活节4月17日之前推高禽弹价格。 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3月30日表示,乌方29日首次展现其准备满足一些重要条件,以在未来与俄建立正常牧林关系的意愿。 他强调,如果基辅履行了所有义务,那么北约在乌领土上建立反俄桥头跑的威胁将被消除。 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30日表示,俄军撤出乌克兰之前,乌不可能与之缔结和平协议,也不可能举行公投。 俄罗斯媒体30日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在日前的谈判中具体表达其建议并提交了文件。 这是一个积极因素。除此之外,俄方没有看到谈判取得任何突破,仍有大量工作需要进行。 就在各大外媒猜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否会出席3月29日为贝利普亲王举行的追悼会时,女王身着墨绿色服装出现在公众面前,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当天早上,95岁的女王挽着刺子安德鲁王子的手臂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 随后,她坐在长子查尔斯王子的身边,从手袋里翻出眼镜戴上,开始跟着大家一起唱赞美诗。 一同出席这场追悼会的皇室成员还有威廉王子,凯特王妃和他们的孩子等。 此外,还有菲利普亲王的朋友,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等政界,军方以及其他组织的500多名代表。 参与总人数有1800人左右。 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并没有参加他们祖父的追悼会。 这是英国女王近几个月来首次公开出席大型公众活动。 自去年10月,她因病住院并遵医嘱休息以来,女王取消了所有公众活动,也让很多人对她的健康感到担忧。